这个C919它大概航程是5500公里左右 它是属于中短程的 那么它的载客量大概在165到170个人左右 它是属于城际的 它不是跨洲际的 所以它这个飞机 它可以在中国大陆广泛的使用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国内航线 也非常的繁忙 那这个飞着国内航线的市场 我想就足够 足以让这个C919来展现它的性能 展现它的安全性 展现这个顾客对这样子的飞机的一个反应 那所以我想它一开始当然在中国大陆来试飞 慢慢它得到了好的风评以后 它可能要往国际市场再慢慢去走 那么这个飞机基本上它是一个 等于说各国的很多好的装备一起的一个组合 它不是100%中国全 完全100%中国自制 虽然中国大陆也有这个能力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一架飞机 它如果成功的话 它可以让主要的现在既有的这些飞航制造公司 利益均瞻的话 对于这架飞机将来飞到世界各个角落 不被这些保护主义 或者欧美集团 欧洲集团跟美国集团 这种抵制的话我想是有帮助的 这架飞机引擎是属于美法合作叫LEAP 这个引擎是在民航界是相当好的一个引擎 我想飞机的心脏就是引擎 它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心脏 那么你要其他欧美的这些地区 这些政府出来挑毛病 可能就比较不太容易 它的起落架好像是德国的 导航系统飞航系统 也是欧美的这些公司 所以它基本上它在原始在设计的时候 虽然是中国整体设计 很多领主舰重要领主舰也是中国自己本身产 可是它让它这架飞机非常国际化 那将来它走向国际化 它去到阻力也比较少 那现在基本上它需要累积足够的安全的飞航 然后累积这个驾驶员的满意度 顾客的满意度 维修后勤人员的满意度 我想它这个一步一步来 那么假以时日的话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飞机 被丢包在贺锦丽副总统家门口的这些 中南美洲的难民 它不是是被这个德州州长 德克沙斯州州长包了三台车 把这些非法在德州被抓起来的 这些非法难民 中南美非法移民 就是把它装到这个 从德州一路坐了bus 长途跋涉到华盛顿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副总统家门口下车 那受到大家非常的愤怒 就是说这些人在寒冬之下 穿的衣服非常少 那这种作为的话 事实上的话在一个每天口口声声 是人权立国 重视人家人权的 天天在批评其他国家人权的美国来讲 格外风刺 格外风刺 那可是这件事情已经不是 今年不是第一期了 今年四月的时候 这个德州州长 还有福尔利达的州长 就已经在干这件事了 也都是福尔利达州还包飞机了 叫他们坐飞机跑到这个 美国东北角的几个富裕的州 叫他们到最有钱的那些城镇里面 然后就把他带到那个地方 那这种做法很奇怪 像福尔利达州长 德森特斯 他这个做法很得到 他当地的选民的支持 那就是说反而他高票当选 这个做法 可见美国现在对于非法难民 非法移民 看法非常两极化 可是比较让人纳闷的 就是说这个一个讲究人权的国家 讲这么富裕的国家 为什么会对难民把人家当作工具跟人酬 这样子来使用 完全缺乏人道精神 完全不尊重这些难民的人权 实在让人很费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痛心 令人看了愚心不忍的做法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就是说 怎么讲呢 应该去要求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应该做到 起码不要再出现这种事情 把人不当人对待 就是不尊重人权 这个事情就要发生在美国 而且是美国的政府做的事情 这摆明了就是美国政府在做的这种 违反人权的不尊重人性 违反人权人道的这种做法的话 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起来谴责一下 所以现在英美看起来都没那么雇人民 只雇自己的政治选情吗 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其实就是说兵役延长一年 要考虑到它对于台湾这个整个防卫上是有没有帮助 对 那一年够不够 那这个是应该进入实体的讨论 因为这个中间的话你花掉很多社会成本 很多年轻人他本来可以突兀到这个工作岗位 我们现在很多这些需要劳动力的 那现在就要花再多花六个月 八个月的时间 那是不是对我们的劳动力的供给会产生影响 然后两岸关系的话 现在要进入军备竞赛 或者这种双方动员竞赛的话 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是一种动员竞赛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过去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两年兵 一无一旧两年 那为什么现在改成四个月 那现在又要改为一年 改为四个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和缓 那么大家都看到一个比较正面光明的一个相互的未来 那就不需要去搞的剑爬怒章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经过蔡英文的六年多以后 本来是一个和缓两岸关系搞得这么紧张 那是不是他的政策出问题了 那政策出问题去把政策 检讨这个政策 两岸政策 还有这个外交政策 是不是有问题 那是不是有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检讨政策才能够釜底抽薪 你现在一年 你的战力会提升吗 对不对 那事实上美国也没有真兵 美国也是募兵 世界各国都是募兵制 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这武器的操作 都需要长时期的训练跟专业 它的复杂度都比过去的武器超过很多 单兵攻击 排攻击 这些是二次世界大战时候那样子的一个作战方式 现在你看 它第一个就是卫星导航 对不对 然后无人机 然后飞弹防御 然后这些刺针飞弹也好 你的标川飞弹也好 它不是你的浮兵役 浮个一年四个月 你就可以熟悉这种武器操作了 那这些部分的话 现在为什么各国都采为募兵制 你可以去看当年为什么改为募兵制的原因 就是你训练一个 异物役的 你还没有训练完 它就已经退伍了 那你要重来再训练 训练以后真正发生战事的时候 它可能还没有完全训练完成 它的战技 它的各方武器操作 复杂武器都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 征兵制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打人海战术 打巷战 肉搏战 你需要比较多的人 那需要单兵作战的技能 如果不是这种作战的话 事实上的话 你还是募兵 以专业的军人 做长期待在部队里面 做这种各种复杂武器操作的训练 然后对各种战绩 经过长时间的演练以后 它是比较符合现代 现代化作战 以及现代武器系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 也就是军队的组成方式 你看美国就是没有真兵 世界各国搞真兵的国家不多 都是募兵制 因为军人 军人就是要怎么样 职业化 职业化以后 他不是三两年 他就一年 你现在这个真兵一年就走 一年就走 一年就走 那大部分的职业军人就在训练 不断进来了 又走进来了 他战力真正能够提升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 所以这个是可以辩论 那还有为什么 现在要一年 到底他的利弊分析 还有没有美国的 一个后面的压力 我觉得蔡英文政府都要对外面 要有一个这个 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那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那我觉得现在 这个民进党党团要把它变成审查案 那么就是让国民党 考验一下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 他们的政治判断 跟他们专业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牵涉到广泛的年轻人的权益 也反映出将来 我们两岸作战的形势 这些部分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觉得蔡英文也没有对台湾社会说清楚 为什么要改一年 对 一年以后你的战力会提升吗 一年以后你的战力就变成 比现在四个月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作为反对党的话 有义务要把这些问题 希望执政党要把这些问题要解释清楚 大陆的疫情 事实上虽然它现在是把封控都解除了 还有过去很严格的封控都解除 可是基本上我认为它整个的疫情 还是在专业团队的整个强力的监控之下 它做每一步的做法 我觉得都还是通过这些 像这些钟南山这些工卫专家 防疫专家的这些 从科学从医学的角度的一个严格的一个审查 那它这个封控的解除 事实上它这个之前 它就把很多数据 它都很明白的告诉了社会 告诉了大众 它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个Omicron病毒 传播率还是很强 是一比二十 一传二十 而且非常的快 它都知道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死亡率呢 是百分之零点一 一千个人 大概有一个人会死亡 第二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一些这一些病毒 它大陆上有在说 南北的病毒不同 那它那个时候是讲出来 南北病毒是不同 可是它讲出来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病毒的病种 都已经讲出来了 另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病是不是大家早一点养 早阳就是说 早一点得 那么你就可以免疫 那它是说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病毒 它认为是在快速的减弱 减弱当中 它的毒性快速的减弱当中 你现在得的话 你还是有发烧 还不舒服的状况 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病毒 它这个快速传播以后 它病毒的本身的毒性 越来越低的时候 那你这个面临 这个受感染的这个之苦 那个病痛之苦 会降低很多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建议大家不要太急着去 这个急着去 想要得到这个 急着当阳果 所以这各方面 他们都事先都有跟社会 做一个很明白的一个沟通 那这个钟南山事实上 他在这个大陆 就是开放 这个封控之后 他特别在中山大学 做了一个科普的演讲 这个演讲 都透过大陆的媒体 全中国大陆都在放 听钟南山怎么讲 钟南山讲的 就是这几个重点 那钟南山还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这个已经不是 过去的所谓新冠病毒了 他说与其说 他应该他就等于算是 新冠感冒 那现在正式定调 叫新冠感染 对不对 本来是说跟感冒差不多 那不过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他愿意提出来 我觉得就是说 0.1%的死亡率 它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 中国大陆事实上 已经在这个上面 他事先已经了解 这个事情会有多大的冲击 他都已经清楚了 那大陆现在就是 大家正在讨论 就是说 这个高峰期到了没有 那这个什么时候到高峰期 那高峰期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现在看起来 我听了很多 很多地方 尤其大城市 它的感染程度非常快 很多一下全家通通感染 还有清风还有通通感染 对 那么 看起来死亡率是不是很高呢 我看了很多这些资料 有的人说家里的老人 老人家 也都 没有生命的威胁 不过我想任何的这种感染 这种感冒 甚至感冒 对两种人都是比较危险性强的 第一个是有慢性病的人 有慢性病的人 或者长期卧床的人 他如果不幸感染的话 他这个存活率就会很低 这是所谓的最脆弱人口 第二就是高龄老年 他抵抗力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风控解除 到现在中国大陆发生情况 我觉得他政府 基本上原来都预估了 然后还是在那个 他们预估的范围里面发生 可是另外一面就知道 中国大陆如果高峰期过了以后 他的整个的经济会 全面的恢复 全面的恢复 那就可能是世界上 最有力量的一支经济的力量 对 所以刚刚賴教授讲 就是说这个 明年大陆经济成长率 现在各国 各国的 不管国际组织 四人机构 这评比都一直往上提 有高到6%的 有甚至还有讲8%的 是 不过不论如何 没有低 没有低 没有低过4%的 8%太厉害了 没有低过4%的 没有低过4%的 这些部分的话 那跟美国 跟欧洲来讲 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所以他们说烟火气回来了 所以这个形容 感觉上是蛮传神的 应该看得出来 他们这个解封 大家的期待 以及这个经济上面 这个北韩发生这件事情 真的有一点 有点搞笑 你知道 这个五架 这个无人机 它的无人机 臂长两公尺 小型无人机 结果一上升以后 起飞 在上面 听说飞了6个小时 那南韩一片大乱 派了很多飞机去围 还开枪 没打下来 那最让人奇怪是 这个韩国 自己有架飞机 坠毁了 对 这边 坠毁了 很奇怪 他派有架飞机上去拦截 而且开火 没打下来 那自己一架飞机 还坠毁 那是不是 他那个坠毁 到底什么原因 现在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情况 看起来 韩国好像 本来看起来 这个好像 兵强马撞的情况 居然被这五架无人机 搞得荒腔走板 还自己还损失 折损一架飞机 而且还狂射了 一百发都没有办法 击落北韩的无人机 这就非常奇怪一件事 那其实对付无人机的话 你应该是用这种 可以把它控制的那种 电波 电波枪来处理 那他们用这个 用这个发射 这些子弹的方式 也是蛮奇怪的 不过 这也象征 现在最近 这个朝鲜半岛 是非常不静 不静的原因 当然就是说 因为美国 事实上 在东北亚的 整个军事行动 各方面 不管是今年的这种 美韩联合金元 美日韩的联合金元 规模比过去几年都大 所以我们看到的媒体 当然只有西方的媒体 就看到 北韩的这种反应行动 你就发觉 他怎么都升高了 你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 他的韩美联军 韩美日联军的 这种区域的军权 他也提高了 所以这个部分 事实上 我觉得虽然他们这种 对峙 军事对峙 今年有提高 可是这也是几十年来 都是如此 到不见得 他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是高于台海的 甚至高于现在 这个Kosovo Kosovo这个边界的 Kosovo这个边界 事实上也是很多年了 可是最可能爆发战争 其实说实话 还是我们台海 我们面对无人机 我们也是很淡定丢 其实这个延长兵役 其实事实上是跟世界各国的 这个趋势是相违背的 对 所以最近有 我们国内有人也特别提出来 我们应该就是说 把募兵制的待遇改善 那么 你如果延长一年的话 你去了 你在部队待一年 你还是让大家什么 37度 34度就不操练 那或者怎么样情况 你就 你就 这个实行爱的教育 对不对 你只要家长 家长来抗议 或者 或者有什么 让这个士兵觉得 好不公平待遇的话 那那些长官就拔接 就把他拿掉的话 那你延长两年三年也没有用 军队的话 刺枪术 军方的意见 军事意见是刺枪术 那些文人在那边讲什么东西 对不对 就是一些外行在那边 在那边就指导 这个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就是说你今天的军队 他的战力要不要加强的问题 你现在如果说你延长一年 还是大部分时间 是坐那边 这个外面 外面下雨天也不出去 对不对 大太阳也不出去 也不出去练操 那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嘛 所以其实 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 都采木兵制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武器装备 越来越精良 越来越复杂 那你要能够操作的话 你需要长时间的训练 而且这个人事要稳定 不要永远都在训练 你如果是职业军人的话 他不管坦克车 战车 各种军 海军的各种上面的各种仪器 海军上面这个舰艇上面 各种复杂的这种 先进的武器系统 那不是说你四个月可以学会 你两年也学不会 一年也学不会 好了就算你特型 你一年学会以后你退伍了 那是不是又要一批来 那你军队天天就在训练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 很多国家都采募兵制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武器系统 还有战术战略 那个不是说你一般常备兵 来这边应谋 四个月半一个年就走了 而且你练完你就走了 跟你说打仗的时候 后备部位再回来 对不起新的武器设备 你又不懂 所以基本上其实国际上的这些 趋势是比较走募兵制 是有这个原因的 美国就走募兵 欧洲哪一个国家不是募兵 通通是募兵啊 对不对 征兵制的国家非常的少 那你现在针对我们国军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大问题 请问你改成一年制的 伏兵以后能解决吗 我们的空军战斗员的这个 这个好 所谓的这个好 坐舱比太低了 你一架一架这个战斗机 你的飞行员配不到1.5以上 你知道把平 你要把现役飞行员都给他累死啊 对不对 出事率也高 那你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是赶快让空军官校 能够招到更多的学生啊 让你这些已经比较成熟的 这些飞行员 战斗机飞行员 他不要在中途 离开这个战斗的岗位 那么退伍 或者民间的这个部分 这个才是当务之急啊 你海军是科技兵种 对不对 你越来越新的这些科技设备 那你海军官校 你各方面 你海军的待遇是不是要提高 对不对 你这个军人说实话 现在义无义给你2万块钱一个月 我当兵的时候 我对军人我非常 我对我当兵 我对军人非常非常的尊敬 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的 工作要三八字 什么叫三八字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娱乐 八小时睡觉 休息 好了 军人没有三八字啊 军人只有24字啊 只有一字 穿上军服以后 对不起 一个月你都带在军营里面 我在金盟当兵 六个月没有回过台湾 我告诉你 连内衣内裤都是军服 从来没有换过便服 就六个月 那个不是什么三八字 你每天从眼睛张开 到你晚上睡觉 在睡觉的时候 你都在军营里面 这种职业军人 以我们现在国家给的待遇来讲 根本就不够 太低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 我认为根本就不是这个 这个好 兵役延长的问题 兵役延长是符合美国人 想要台湾打什么 打城镇战 是 打这种好 这种好 人肉这种好 战人肉这种 互年的这种战争 不太不太 是非常不合理的了 有关这个大陆 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前几天 王毅在他这个有关 2023年中国大国外交的 这个演讲里面 他就有提到 那而且放在 蛮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那天的 有六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刚刚赖教授 这个元首外交 那么主场外交 第二个谈到 中国的外交布局 大的战略 那战略之外 他提了六组 双边关系 第一组关系 就是提中俄关系 你知道在这个 谈问题的时候 放在第一个 就是最重要 美国放在第二组 他六个双边关系 一个是中俄关系 第二个是中美关系 第三个谈的是 中欧关系 所以你看前三名 他把谁放到前面 俄罗斯放第一位 所以这个在过去 中国大陆 还没有这么明确 把俄罗斯 在中国外交布局 外交战略上的地位 放到这么前面 这么显著的地位 那这个可见 中国大陆对俄国的重视 这个关系的重视 那所以目前都在传 就是说习 这个还有习近平 跟这个普丁 要进行电话通话 那么当然时间 我想很快 就会公布了 这也正好反映了 王毅在他的 2023年外交重点里面 讲的就是说俄罗斯的关系 可能是重中之重 那这是一个大战略 如果中俄联手 而事实上已经看到 很多实际的作为 这是公开在讲 外交布局的时候 由外长讲出来 中国大陆的外交布局 那把俄罗斯放到这个层 你就可以想见 在未来的一年 或者未来的三年 五年里面 中俄关系会继续往前走 那这个讲到俄罗斯 现在这个汽车市场 中国的车 中国的汽车大受欢迎 当然第一个 中国大陆车现在 不管在品质上 价格上都急剧竞争力 急剧竞争力 像这个红旗这种车 在国外的话 可能都要十万美金以上 可能还不止 甚至十五万美金一台 那红旗以它的这个性能来讲 也跟那些车不遑多让 跟这种 比如说 你应该是 Bentley这种急的 Bentley的SUV的话 你看它要卖多少钱 那当然红旗车 有那个水准 可是它的价钱 是很有竞争力 当然在俄罗斯市场 不完全是讲性价比 因为俄乌战争以后 德国跟法国 很多欧洲的车厂 是根本就停产了 像前一阵子 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 Purier 就是法国的保湿 它原来在俄罗斯 有一个工厂 专门生产保湿的汽车 俄乌战争以后 它这场 这个工厂 它就等于抛弃了 完全停工 那这个后来 这个工厂 由谁帮它互线呢 由中国大陆的一个汽车公司 帮它整个恢复 然后它的产品也换成中国大陆的 在大陆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型号的一个车子 拿到俄罗斯去生产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也是有它的时机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以现在处境的话 那当然非常欢迎 非常需要中国大陆 对它支持与合作 那么以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上 还有国际军事 国际战略上的重要性 那么这是一个中俄联手的 一个客观时间 非常好的客观时机 那联手以后 绝对会对国际政治 产生极大的冲击 今天还有看到二新社 也有消息是说 他们的一些主要银行 都要开始全面的通用银联卡 所以就代表说 他们的这些经贸往来 可能又要更加的深化 我觉得中国大陆 整个对外的策略 它要反映的是 中国传统的哲学 传统哲学就是共存共荣 对不对 最后是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的话 就是大家都一起过的好日子 那这跟欧洲 欧美世界 他们这种 就是说毒强 然后以灵为祸的 这种国际 他们造成的国际现实 是很不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西方 其实他们走到世界 他是用一种剥削的方式 帝国主义都是一种剥削 他们可能在一个地方 殖民了三百年 那个地方还是一样的落后 那他没有把他的那个 真正的他的那些 自己享受的那个生活水准 带到全世界各地 那这跟中国的传统哲学 不一样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 是就是说 内部很团结 内部没有大的矛盾 然后国家的力量 这个好 整个的兴起的 非常快的情况之下 有这个能力向外投射力量的时候 也发觉必须要跟外界社会 做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 那走的方法就是共存共荣 也就是说 我今天我发展起来 我也帮你一起发展起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 这个是人类大概这个社会 过去五百年里面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中国大陆拥有一个新的模式 那所以你看他 这个一带一带给 所有周边国家带去什么 中国人讲的 要致富先修路 所以带的都是这种 这种基础建设 那像这种 只要政治条件 社会条件许可的话 中国大陆在各个地方 都尽量做这样同样的事 所以这个不是完全自立的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化里面 一种利他 然后共享的这种 哲学的一种价值 这一个具体的体现 他这个 现在这个是 蔡英文政府是积极备战 积极备战也就显示出 其实蔡英文他们对于两岸 这个未来 发生战争的 这种预测是越来越高了 那可是两岸会不会战争 蔡英文手上握有很重要的 这个解方跟钥匙 都在他手上 他选择的是备战 他从来没有想怎么样避战 对 避战比备战更重要 我们并不是说备战不重要 避战更重要 请问他在避战上 他做了什么呢 他不但没有避战 他在引战 那么很简单 就是说 在两岸的问题上 你看他对大陆的 过去的这种各种方式 在疫情发生以后 是极为仇视的 对 那么对于两岸 能够增加人民之间 这种互信友好往来的 他也是阻挠的 对 比如说大陆这个防疫的 出了一点问题 他就是幸灾乐祸 对 然后呢 大陆要提供疫苗 用一种嘲笑的措施 你那疫苗能用吗 对不对 然后大陆一下就出一点问题 他就说 他们自己这个问题很严重 我觉得尤其在这个 其实双方都陷入疫情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大陆 叶提出 蔡英文那个政府 是替台湾人遭灾惹祸的 劫仇劫怨的 那现在 到了这个劫谷眼 他还是没有办法 想要去解开这个劫 他自己去把那个劫 越劫越深 他没有去想要解开 他只是想怎么样 去面临 去面临真正的一个战争的 一个风险跟考验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这样对不对得起台湾人民 台湾老百姓对大陆 事实上没有这么多恶感的啦 对不对 你就看这个 其实人民之间都是 都是怎么讲呢 都是将心比心的 都是将心比心的 那所以这些人 因为政治目的啦 因为民进党大部分是主张台独的 因为大陆不允许他搞台独 他就把大陆当丑人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去仇视大陆 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对不起台湾 大部分人民 因为你 你从来没有讲 你要搞台独 你要付什么代价 对 那现在就是越来越 越来越明显嘛 准备打仗嘛 那你也没说打仗的时候 是你去打还是台湾人去打 对 是你们这一群当权的人去打 还是台湾人去打 对你现在搞到25 你现在就 94年次小孩子通过去当兵了 对不对 将来95年次96年都要当兵了 他们如果战争打仪 他们绝对逃不掉的嘛 可是呢 你有没有说你们这些民进党的 像林非凡之流的 林非凡啊 什么 陈伯伟 虽然不是民进党 也是他们的同路人啊 也是他们的附水组织啊 然后还有这个 闪尿集团的那个叫什么 林长佐 林长佐 这些都没有当兵啊 都是年富力强啊 你现在都可以去当兵啊 那你们为什么不身先士卒呢 做一个示范呢 对 还要出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延长一年兵役 好像就是说 跟你一点都无关一样 其实你不要动嘴 我们老百姓看事情 就是说看你的行动 对 你如果今天 你蔡英文说号召民进党党工 这个几岁到几岁男性 现在都去赶快去服役三年 对 用行动让化解台湾人民 对于你民进党这批人 每天寒打海杀这批人 真正打起来 你们可能会跑掉的这种疑虑的话 你用行动来化解 这样子就比较会有说服力了 另外一方面我还是觉得 你不断的备战 就是表示真正越来越危险 那在备战的同时 你为什么不去避战 对 所以刚刚高金讲得很好 台湾的民意 台湾的人民 我想越来越 怎么讲 觉醒了 那会以更多的自我的行动 自主的行动 来去追寻两岸的和解 跟两岸的和平 那个时候力量起来的时候 蔡英文他们就变成 走到历史的 就会走到了历史的灰烬里面 对 所以现在人家就开始在改编一句话 就是不是说 支持民进党年轻人上战场 现在真的把年轻人要推上战场了 可是现在大家觉得说 那不如支持民进党 上战场 为什么要所有人 跟着民进党上战场 岂有此理 那个澳洲事实上 原来这个自由党的 Morrison政府 因为它采取极端 那个反中的政策 事实上招致大陆的 这个经贸的制裁 反制以后 澳洲的很多产业受到重创 那么创伤最重 比如说大麦 比如说这个葡萄酒 比如说这个水产品 鱼虾子 还有这些煤矿 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澳洲原来是一直都 以中国大陆为最大的外销市场 那受到的创伤非常的大 最后也导致Morrison政府 那么败选下台 那现在的埃班尼斯总统 他当时就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有暗示说 他上来会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他能够 在这个大选中获胜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现在也有内部的压力 那么各种产业界都期望 他尽快改善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让这些原来以中国大陆为最大外销市场的这些产业 能够恢复在大陆的市占率 所以我觉得澳洲 Morrison 这个总理上海就一直往这方面去努力 那中国大陆其实也回应了 因为在这个Morrison政府的时候 前任政府的时候 中国大陆切断跟澳洲所有部长级的往来 几乎双方没有公通的管道 因为中国大陆对这个Morrison政府的 前政府的做法非常不满意 第一个带头 抵制华为的 那么就禁止华为的国家 第一个在新冠肺炎这个溯源上面 对中国做出非常 这个怎么讲来 就是说非常不友善的这种国际举动 所以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说 感觉上说 其实过去40年来 中澳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所以大陆就非常不解 而且在整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过程中 澳洲的获利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双方的经济关系是高度互补的情况之下 那不了解澳洲政府为什么要那样子做 这个损人不利己 所以采取贸易暴富以后 Morrison政府最后导致Morrison政府的倒台 那所以当然爱班尼斯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是这个关系 其实他一上台 这个几个月来 进展是非常的快 那么而且最主要 双方的高层都见面了 爱班尼斯上个月在巴黎岛也跟习近平亲自见面 谈过了 那双方认为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关系搞坏啊 对不对 应该要高 双方没有任何这些利益的冲突 那么而且经济高度互补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所以就是说继续沟通 那么前两个礼拜 这个黄英贤亲自飞了一趟北京 那么这个时间上是中国大陆挑的 也是中澳建交50周年 所以在北京 他进入了那个住到 北京让他进入这个钓鱼台国宾馆 给他极高的礼遇 可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澳方认为就是说 北京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了 可是呢 好像对于市场开放 事实上还有一些 澳洲方面的功课要做 这个就是现在卡的问题 也是中国大陆会认为就是说 澳方可能要在很多地方做公开 或者对中国大陆 做出很明确的承诺 那么尤其在友商 友商及中国大陆国家安全 或者外交 或者国际地位的这种发言 还有这些举措 可能他会要希望澳洲方面 做一些明确的表态 那么甚至可以要公开的表态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他们中间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 不过整个来讲的话 那么澳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在澳洲的努力下已经有大幅的改善了 感觉上爱班尼斯对于这一次 我们刚刚上一题讲到的 这个澳洲的议员来台 他也是淡化处理 他就说这个议员来台也不是很罕见 这是常来的事情 所以感觉上他就是也是想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更加的合伙 宋涛的话 他是外交系统出身 我想这是过去国台办系统的一个传统 那么要有丰富的国际事务及交涉的经验 那他的位阶的话 他在这个之前 他是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央 对外办公室的主任 对外联络出的主任 外联部的部长 这个已经算是 我觉得是最近几任 这个国台办的这个主任 那么位阶最高的一个 来接这个国台办主任 也可以说由他的出任 可以说这个国台办主任的这个位阶 实际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是往上提 往上提 所以也显示出中国大陆对这个国台办 这样子的一个机构 可能未来会把他的地位 第一个提升 第二也显示对他的重视 那也有人的解释就是说 宋涛过去 因为在中共中央里面 那么他在党的这个中央里面 对外办事 就是说对外联络部长 事实上是中共党里面的一级主管 所以跟这个习近平 应该有很多比较直接的接触 这个跟这个原来的国台办的主任 不管是王毅也好 不管是这个前任的 刘洁一来讲 跟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都没有很多的接触 宋涛应该他前任前任的工作 跟这个中共的这个主席 这个中共中央的主席 那么习近平有很多直接接触 所以这也显示说 习近平将来可以直接 指挥这个国台办 那么这整个说起来就是 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事务的重要性 那么把它放到更高的一个位阶 而且跟他的现在 他的直接的这个领导人 跟习近平之间 有过去有直接共事的经验 这个都是过去国台办主义主任 主任所欠缺的 你要知道刘洁一在接这个工作人员 位阶是不高的 他连这个 这个副部级都没有 他是驻联合国的大使 那么事实上这个 王毅在接这个国台办的时候 他也是副部级的而已 所以这一次宋涛出任 就是等于说国台办 一个最高位阶的一个官员 来接这个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那么将来很多可能有关国台办工作 习近平会可以亲自来抓 所以这个部分就正好反映出 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习近平跟普丁的这次通电话 到目前为止 好像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 很正式的一个说明 大家都在很关注 那有一些的消息 都是从克林文工直接出来了 那这个通话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谈些哪些问题 真的各界都非常关心 因为在这个俄乌战争 很关键的时刻 普丁主动要跟习近平说通电话 必然是有所求 是希望中共协助 大陆协助这场战争的核 还是继续战 我觉得是关键 这个澳洲议员 看起来是澳洲帝国主义 扩张主义的一个工具 他不是在保卫 他不是在保卫澳洲国土 他是在东地文的土地上打仗 对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东地文 为什么有澳洲的部队在那边 对啊 那现在我们看到真相大白 他这个战争是一种有侵略性 有扩张主义的 而且呢 只保障澳洲利益 在东地文的土地上 保障澳洲的利益 这种行为的话 照国际 现在我们国际的这个工法 国际的正义 是不符合正义的战争 那蔡英文在感动什么 那这面国旗可以收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 因为根据我现在看到这个资料 这个情况是有争议的 那我觉得这一面国旗 应该外交部来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以收 还是说要把这面国旗 要退回给这个 送给澳洲 这个澳洲的议员 因为这种事情 是不能够随便乱接受的 对 蔡英文的身份 你要接受礼物 你要搞清楚 而且有政治敏感性 这样子一个高度敏感性的 一个东西 可以这样随便收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 这个整个的这个 不管是蔡英文的团队 还有外交部门 对很多事情都太怎么样 太粗心大意了 其实外交上就是说 要有很多事情要弄得非常清楚 对 尤其这种 这种 有这种战争的 意涵的这些礼物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你顺了他的意 你可能服了别人的意 那像东帝文的话 事实上 他不晓得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如何 那对于这个澳洲 在他的领土上 实行战争行为 那是不是什么一个看法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蔡英文要很小心 还要进一步要研究 如果最后得出来结论说 这面 这个战争是有争议的话 那这份礼物也是有争议的 是 有争议的话 这种礼物就不能随便收 因为你是代表台湾 台湾不愿意 不要随便卷入到 一场 其他地方 跟国家之间的争议 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那2023年 永明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美洲 我们讲区域上头 印太这边 持续的在对峙 可是 在他们自己交往的关系当中 外长换人了 换的是先前的驻美大使 秦冈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有一个人 非常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秦冈上任之后 到现在为止 布林肯有没有正式的 接见过他 跟他在国务院见过面 我的印象中没有 还记得秦冈那个时候 其实是在 也就是八月份 佩洛西来台之前的 七月中 七月底的时候 去见美国的副国务卿 薛曼 后来非常不愉快的出来 脸很臭 不做任何的评论 然后呢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说 他没有办法真的 把他给拦下来 其实拜登一通电话 就可以拦下来 但他没有那么做 现在秦冈 我讲其实在上次二十大 这个就是说 之后呢 我们大概就知道 秦冈会当 就是这个外交部长 那 战狼外交 我必须要讲 其实 不需要再做战狼外交了 战狼外交 因为 你在你各方面 军事也好 经济也好 地缘外交 甚至全球的 这种外交的交往 已经到达了基兔 也就是跟美国 几乎是 在做 并且 这个 并做的这个 所谓的竞争者 那 在很多层面 你的一带一路 你的经贸关系 一百四十一个国家 跟中国是 最大贸易伙伴关系 其实你不需要 这么的 就是针对美国 或西方的一些 言论 去做太过于急切的 这种反驳 你让事实 然后呢 你用说理的方式 那过去 为什么会有战狼外交 那是因为川普时期嘛 各位 川普的那些发言指责 如果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还有人受得了吗 所以我觉得 那是一个阶段性的 那暂时现在这个阶段 让秦刚 即使他在美国期间 我觉得他表现的 已经换一个方向 很清楚 但这个反映的是 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 以及习近平 他的这个 整个全球的这个战略 我觉得这个是个转变 菲律宾 小马克是访中国 这是个重要的 这个关键 在明年开 这个开年的第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在10月30号 到11月2号的时候 今年 越南的这个主席 阮富仲 去过了北京 见了习近平 在整个南海议题上 一直都有意见的 就是越南跟菲律宾 尤其是越南 阮富仲在那个时间点 其实跟习近平已经 我们外界 你看到很清楚 他们在这个议题上 已经有共识 而且事实上 南海行文准则的第一件 第一份的文本已经完成 而且走了一圈各国 所以现在在走第二圈 预计明年2023年 这个文本可能就会出来 美国就派了这个贺锦丽 副总统到菲律宾去 想要去做最后的努力 说我是不是可以增加 设五个军事基地 三个在就是 这个叫巴拉万刀 然后两个也许在 靠这个巴士海峡 但事实上 那个大概都是一些 比较海巡 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相关的这个基地 那所以呢 小马克斯第一时间去 就是北京也就告诉美国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针对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已经在 跟整个东协 跟中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 你再继续地 对军事上对我施压 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南海的问题 我们大家和平 而且有秩序的 有规则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至于说 你自己要怎么样去执行 自由航行的 那就你自己的事 所以看到美国最近 就秀了一部影片 那最后我觉得 也就是美国自己之前呢 有在最近 在Foreign Policy 有一篇文章 是之前CIA的 一个主任写的 他说美国到现在 已经越来越只用硬权力 在推动国际的这个政策 硬权力就是指军事力 那美国的军事力 是有这样子的 这种压力的空间 可是呢 在许多议题上 不见得 你能够达成这种目标 因为许多国家 不会感觉 立即的安全上的威胁 而同时跟你竞争了中国 在几个议题之外 他并没有用硬实力 或军事的方式 去介入到别人的 不管是这个国防 还是内政里面 所以呢 你用硬实力 你事实上到后来 一方面 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软实力 威望外交 公共财 同时呢 你也造成别人的反感 慢慢的这个大国的 这个地位的削减 其实都有很多层面 你就看到它开始在削减 除了经济 除了军事 你在这种威望地位 如果你硬实力运用过头 其实到后来 菲律宾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越南也看到 这样一个情况 真正的就是说过去这几年 整个东协跟中国 你已经贸易去年超过8800亿 2001年 今年1到11月已经破了9300亿 如果加上12月 我在想可能会不会破一兆 东协又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整个十个国家 事实上亚洲一体化已经形成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根本只是让中国的这个 等于制造 或者是这个 这个所谓包装啊 扩散到整个亚洲的区域 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供应链 亚洲供应链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应该要全面重新的思考 你的战略的方向 杨老师 您怎么样来看 年末习近平跟普京的这一场 视讯会晤 他们说以后会变成一个 友好传统 重点是普京讲 他们要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 你就让普京这么讲嘛 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 北京对于这个中俄关系 跟俄乌战争 采取的就是俄乌分离 也就中俄关系是双边的关系 那俄罗斯当然最重要最重要 对全世界 尤其现在面对到俄乌战争 为什么美国不敢派一兵一卒 当的泽伦斯基面也是这么讲 6200颗这个核子弹头 美国大概是5500到5800 中国400颗 虽然双三方都有这个三位一体的 这种打核打击的这个能力 那但这个就叫核子贺阻 我们冷战结束已经太久了 大家都忘记 大国之间其实很重要 还是那个核子贺阻 所以他们之间不会直接发生战争 所以就用代理战争的方式 现在乌克兰跟台湾已经渐渐变成 美国在大战略当中 面对俄罗斯跟中国的两个代理人 一个正在打仗 一个是不断的占云 占云这个密布 对不对 布雷的机器 这个运输车都来了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 跟俄罗斯除了双边关系 除了贸易关系 能源关系 当然还有战略 也就是指这个战略武器的这个合作 布雷的程度也是在嚇阻美国啊 虽然它有400克 但是跟美国在量上还是不相对等 有的时候核子武器不一定用量来比较 但是因为它差距太多 你这个从一个国家的自保的这种角度 其实你能怪任何国家做这种作为吗 但是在俄乌战争上面 我觉得从头到尾连美国都说 美国的前 现在的驻 北大西方公益组织的这个大使 在两个礼拜前都说 没有任 情报显示没有任何迹象 中国有在协助 这个俄罗斯 介入到这个乌克兰战争 所以不介入 不支持 这就很清楚的立场 我觉得这位华府 这个智库专家孙云 他虽然是华裔的 但实际上他说的东西 比较是一个美国的角度 他说习近平对战争缺乏进展 什么进展 谁的进展 怎么样的进展 开始不耐烦 从头到尾又表现过 什么样的不耐烦 是谁不耐烦 是美国不耐烦 普丁不耐烦 中国想要战争结束了 哇 好像中国是介入这个战争 连美国自己都讲 布林肯也都这么说 国防部长都这么说 中国没有任何迹象 协助这个就是俄罗斯 但是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就是说 昨天殷影等了半天的 这个普席会 最后宣告出来 还是继续强化中俄 彼此之类的关系 这是我刚刚讲的 他做俄乌分离 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 如他们自己的生命所讲 上不封顶 是 那美国就抓的这个 这个话 哇上不封顶 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军事联盟 什么叫军事联盟 美日安保才叫军事联盟 北大西洋公共和组组 他叫军事联盟 而且你还扩散就是说 你的核子技术 帮他制造 就是核动力浅健 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本身 在做这种武器 而且核武的 或者核子技术的扩散呢 是 这个时候 不管怎么样的原因 中俄的这个合作 而且很有 明确的是 规划出在俄乌战争上面 不介入 我觉得 其实 华府自己是受不了了啦 他希望赶快结束 是 但他自己不愿意背负 这个再度重演 撤军阿富汗的这样子一个子录 所以他希望别人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在2016年的时候 各位知道 中国大陆的整体GDP 跟美国的相比 是美国的六成 严格的讲是59.9 2021年的时候 是77% 2021年 事实上是经历过 从2018年 1920到2021 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还有科技战 可是呢 中美之间的经济的实力 其实他已经从 16的六成 进入到77% 2022年就是 这个今年 各位今年 是世界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年 为什么呢 整个世界的经济的总值 超过100兆美元 中国占19.9% 美国是25.4% 所以呢 中国两成 美国这个 就是说 两成五 那所以中国大陆是美国的整体经济 78.7% 从去年到今年 77到78.7% 各位 这要把汇率因素传进去 因为都是用美元计价 所以今年的汇率因素 影响到整个这个 明年 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 市列银行已经出来了 4.5% 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一些学者 跟官方的预估可能会到达6% 而且甚至可能更乐观 因为现在整个解经 这个整个清理已经改变了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各位 全世界明年 三大这个亮点 一个是中国大陆 第二个是东南亚 第三个是南亚 其实根本是中国东南亚 整合的一个亚洲供应链 是明年经济的支撑的 一支独秀 或至少是主要支撑 这个时候全世界当然都开始在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在做连结 因为都知道自己明年经济会放缓 发展会放慢 澳洲就做了最快的这个决定 那这个时候就显现什么东西 提醒大家 我刚刚不讲贸易战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 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 还是一样 六成中国大陆商品进入到美国 要配科两成的税 可是去年2021年 中国还是拥有3553亿的出操 今年一定更多 那什么意思 贸易战失效了 可是美国降不了关税 因为它被政治化 它被国安的议题政治化 因为它变成大国对抗的一个筹码 我觉得科技战 这里讲 刚才你这边整个第二段 我们讲的就是科技战 也会布同样的后程 只是时间问题 也就关键也许是在那个最尖端的 这个半导体的先进制程 可是你看到在一些设备层面 已经开始有做一些突破了 那尖端的半导体制程 其实大概占的市占率并不高 在商业层面 因此整个如果成熟的这个半导体 将来会布太阳能或者是电池的后路 中国大陆会主导市场 所以以规模经济发展 跟这个就是说成熟产业而言 其实大陆的经济还是会是主导的 美国其实因为国安的问题 某种程度扭曲了企业的这种布局跟获利 到后来会跟它的贸易战一样 这个成效是有限的 明年2023年世界的三大地缘政治风险 俄乌战争 中美对抗 台海情势 俄乌战争很清楚 开春之后怎么发展 有没有和谈的机会 美国 拜登是说 全力支持 不管多久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竞争对抗关系 现在科技战跟贸易战已经布局的这么全面 接下来会不会有地缘上的这个冲突 美国会不会去寻找代理人的这样子的战争的这种场域 当然台海现在面临到明年的就是总统大选 那这样子的地缘政治风险 现在再加上科索沃跟南北韩 但因为他们情势比较紧绷 而且旁边有大国在牵制 南北韩比较关键的是那个核武器 所以都不敢真正的跨出那一步 一旦跨出那一步 其实就可能会很危险 那科索沃这个东西的地缺要担心 过去曾经非常惨烈过 中国大陆的大使馆被这个炸过 所以这个是变成是东 在这个俄乌战争情况之下 我们看了这将近一年 东欧国家跟西欧国家 对于这个科索沃问题 其实都各有想法 它背后都有这个相互的牵制 因此我们进入到 今年因为大家都在搞地缘政治 这种紧张 你当然就会买军备来防卫自己 对不对 或者去找联盟关系 那你就军事竞赛 所以你看到整年的 所有的这些军火商 军火的工业公司 每一家都在大赚齐钱 对不对 各位现在没有 今年的资料还没出来 去年全球已经连续 七年的军火的全球的 这个生产的产值 是连续在增长 这不是只有今年 今年当然因为战争更可怕 整个进入到21世纪 让你想象不到的是 不是和平 不是经济 不是全球化 而是战争的准备 其实不断地在加强 七年下来 2021年的全球的军火的 这个销售是来到 5920亿美元 美国占一半 对不对 你现在想今年 我觉得这个数字一出来 会不得了 然后日本跟德国 现在都承诺 国防运算要增加到 两趴 一倍以上的这个数字 所以 现在我觉得 整个全球进入到一个 真正是地缘政治 会影响全球 我觉得其实 所有的国家的 这些政治人物 都有这个责任 那媒体 有同样的提醒他们 不要进入到 战争状态 嗯